久久重阳节即将来到玉里镇公所 从即日开始到10月4号截止 在各礼办公处发放重阳敬劳礼金 而代理镇长江东成也在发放首日 请子坐镇指挥 并表示这次全镇共计发放168万5千多元的敬劳礼金 排队领取敬劳礼金的社区长辈 开心地对着镜头比胜利费的首饰欢喜之情 异于言表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即将来临 为了弘扬敬劳美德 维持敬劳尊贤的传统 玉里镇特别从1号开始开办 发放重阳敬劳礼金作业 代理镇长江东成在首发日 更是亲自坐镇指挥 维护发放工作顺畅 也表达对长者的关怀与敬意 根据玉里镇公所统计 镇内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共有3371位 70岁以上的长者每人发放500元的敬劳礼金 合计共发放新台币1680万5500元 从即日起到10月4日 预理镇内符合资格的长辈们 可持通知单、身份证及印章 到各礼办公处来领取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